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微小付出的力量 有一个故事说到 有对夫妻搬进了新婚后的住处 一天晚上门铃响了 丈夫起身去开门 打开门一看 门外站着邻居前来祝贺他们 正当丈夫要招呼 对邦连忙摇头的说明 自己是一楼的李先生 因为老父亲心脏不好 受不了社区大门的重疾声 还麻烦夫妻俩出路留意了 丈夫沉默了片刻回答说 当然没问题 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 这对新婚夫妻发现 他们社区的门 与别处社区的门 的确不太一样 所有的住户在开关社区大门时 都是亲手亲脚的 不像其他社区 时不时就发出一声巨响 一问之下 果然都是受李先生所托 转眼一年过去了 有天晚上夫妻俩的门铃又响了 是一楼李先生深深的鞠了个宫 原来昨天晚上老父亲在医院病故了 在病故之前曾交代 因为大家这些年来的照顾 来非常的感谢 也带来了不少麻烦 要儿子见到年纪大的邻居 扣个头 年纪轻的举一个功 以此来表示自己对大家的感激 而在李先生鼻挺了裤子的膝盖处 果然有两块灰机 想必是给年纪教长的邻居 扣头时弄脏的 这对夫妻关上门后 心想 原来人与人之间是一种 共生共存的关系 我们都应该与别人和睦相处 哪怕只是做了一点小事 也会换来别人的感激之情 亲爱的朋友 亲脸关门 只是举手之劳 净化来了别人如此大的感激 故事中的新婚夫妻 这才明白自己的一个小动作 便能使他人得着美好的祝福 在圣经中 五饼二鱼 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中说道 当时天色暗了 跟随耶稣的众人还未散去 耶稣便对门徒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这时门徒回答说 我们只有一个小男孩 献上的五个饼两条鱼 五饼二鱼的神迹 代表着最少的资源 也可以带来最大的祝福 或许你拥有的只是五饼二鱼 那么的微不足道 你是那么的平凡微小 但是在上帝的手中 你可以有不平凡的人生 亲爱的朋友 其实只要一个行动 就能创造一件美好 而且祝福人的事 当小男孩献上他仅有的五饼二鱼 最后竟然喂饱了五千人 还有剩下十二个篮子 这里我们看见 要看见神迹 必须先把你的五饼二鱼 交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只需要一点点 一个种子就够了 不管这个种子是大是小 就算这个种子只有一点点 上帝也能够做最大的事 但是没有这一点点 上帝就不能做事 今天上帝要来鼓励你 在我们的生活中 可以因为一个小举动 一个习惯就祝福到他人 而上帝也会透过你的付出 献上祝福到更多的人 使得这份美好 成为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图画 连续人的有福乐 因为他们闭蒙连续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